喂 现在 现在能听到了吧 不好意思啊 我来共享一下屏幕 可以可以 好的好的 然后这个是关于我们那个 RV5生态猪暴的分享内容 嗯 作者呢是文川 然后今天也是文川正好有点事 所以他说能不能 就是他没有办法亲自给大家做分享 所以我就把他之前做的这个 周报 然后加上Kell的这个审阅 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那么首先呢就是上周整个RV5主网的上周数据 是主网累计完成了这么多笔的交易 然后单周呢也达成了这个398.98GB的存储 然后本周存储费用大概为0.858AR每GB 然后链上的地址是增加了433个 那么Permado上周累计也发放了861.5枚的AR作为奖励 那还是这样就是告诉大家可以在哪边去看啊 那这个ViewBlock呢 它其实就是RV5官方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平台 那大家如果想查阅任何跟RV5相关的数据的话 都可以点击ViewBlock.io 然后在上面去做到这个就是查阅 比如说这里面有涉及到地址的啊 可以涉及到交易的Transaction的对吧 然后涉及到区块的 这里面基本上还有一些统计啊等等维度的 大家都是可以在这里面找得到的啊 所以如果后面有需要的话 其实就可以点击这个ViewBlock去查阅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周的新闻摘要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解释 那首先就是还是RV5的网络中交易量 持续的创造了新高 第二个就是咱们的Everpay现在实现了扫码的支付 第三个是AR drive的这个Turb 推出了统一捆绑的API 然后TAVE的交易数量也是突破了1000万币 4Everland和ChainID呢是正式的 正式的达成了合作 然后Releaf Protocol宣布集成到了RV5的生态 以及LikeCoin一桌内标志到这个RV5生态交易排名榜的前20 然后CommunityNaps是推出了RV5的StarkKit和Protocoland的Beta版本啊 然后4Everland是宣布这个成为了Polygon Village的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以及那个OlinRV5和Permado共同推出了Cookbook的中文版啊 这是上周的一个新闻摘要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第一个这个RV5的交易量提高 这就不说了 这个的话大家还是在Vlog里面是能查得到的 第二个是关于这个Evervision旗下的Everpay实现扫码支付体验 体验这个无缝支付啊 这里面的话给大家一个教程 但是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宝子 他可能不太清楚 比如说当你打开哦 他现在9点开始正在啊 他现在正在有一个那个升级 当你打开这个APPEverpay.io的时候 你在这里面是看不到的啊 是看不到的啊 那个现在有有一个叫APP.Everpay.io 你们要搜的时候一定要搜 beta.everpay.io 你要前面要加个beta 否则的话 你要说这个啊 beta 我们大家等一下 你在beta这个版本里面的话 你是能够找到 你就能看到这边会多个二维码啊 我今天也给大家写了个图 大家能看到就这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beta的版本 我们会把新功能都在beta版本里面去上啊 等那个升级完成以后 未来还是以beta版本为主 包括EverID这些也都是在beta版本里面有的 包括这个就是二维码之类的 所以未来大家就就尽量的可以迁移到beta.everpay.io上面去用啊 好的 这个是关于第二点就是说Evervision现在 其他的Everpay实现了扫码支付 那么有了这个扫码支付 大家就可以通过展示二维码 就像微信支付这样更方便了 好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关于Cave的这个交易比数突破了1000万啊 那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Cave吧 Cave呢首先呢它的核心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协议啊 它的目的是以安全高效和永久的方式存储 并且检索这个数据 该平台是利用去中心化原则来确保数据能够抵御审查或者丢失 Cave对持久性的承诺与去中心化的精神 它是一个完美的契合的 第二个呢就是突破了1000万笔交易 对于Cave来讲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成就 它代表了对分散和永久数据存储解决方案不断新增的一个需求 Cave上的每笔交易其实都是有助于创建稳电防畅感的数据记录 为可靠更抗审查的数据未来奠定一些基础 同时呢 随着Cave继续标志着这个标志的这个里程碑啊 并突破去中心化存储的可能性的边界啊 它也更为广泛的才采用web3原则铺平的道路 该平台的架架构其实是符合以用户去中心化的 为中心的这个去中心化互联网的愿景的啊 这个是Cave的一个项目啊 大家能看到目前它已经就是已经实现了这个1000万笔啊 嗯 这边是它的这个这个也是它的官推啊 大家可以follow一下回头 可以看一看 它的相关的信息啊 就是目前咱们的那个everpay目前在升级当中啊 可能有半个小时左右 人家这个时候暂时用不了 你来等一等 那第三个方法 然后再下面一个就是这个release protocol呢 是宣布继承了rweb的生态啊 然后它是通过这个 它是通过bender这个iris 其实是bender的前身 而且bender是iris的前身啊 然后将数据是存储到了这个就是rweb当中的啊 那么这个release protocol也给大家做个介绍 这边都有啊 它其实更它是一个注重数据永久存储的协议就是release protocol啊 它的目的也是通过与rweb的整合 为数字的创作者和用户提供更安全可靠的内容保存解决方案 通过将内容存储在rweb的primaweb上 这个release protocol 意在消除数据丢失和审查的风险 来确保用户的创作和交流 在数字领域可以懂得永恒的保护 那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数据的永久性啊 第二个是去中心化的安全性 第三个是抗审查性 第四个就是数字体验的引进 那前三个大家都会比较好理解 对吧这个跟rweb合作基本上都是有这些性能 那第四个呢 它是推动数字体验的引进 通过确保用户贡献的内容得以永久存储 该协议将数字交流从短期及时的体验变为长期持久的一个数字遗产 这是releap protocol做的事情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有一篇文章是之前啊 通过这个releap protocol通过rweb集成提升内容存储 大家也是能看到的啊 在这个地方他们很高兴的宣布有了一项突破性的进展啊 通过和这个iris的这个合作目前 所有在releap上面生成的内容都在rweb上面做了存储啊 那么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rweb 是因为这个rweb的这个网 它的创新的primeweb的架构啊 包括这个它可以保证数据的不变性和永久可访问 对吧 有这个200年啊一次性交付可以持续200年 那对releap的用户来讲啊 它也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它在上面创建的每一个ts对话和内容 其实都是超越了数字的本身的本身的啊 那么未来的话 它其实能做的事情会更多啊 就真正的实现一个就是数字的数字的这个创新和沉淀 好的这个是releap protocol做的事情 那么在下面一个就是这个likecoin 依族内标志rweb生态的这个前20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likecoin的啊 那么它现在目前它也它已经上来了啊 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看我们的AR先进其实一直排名是很前的啊 在这边那那这个likecoin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出版的一个应用链啊 它是基于cosmos SDK 它构建的这个区块链的应用链 然后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是去中心化出版啊 那么这个cosmos SDK 它可能就是一个开发架构 大家有所了解就行 那去中心化出版的话 它是likecoin是将这个区块链技术引入到了出版领域 它致力于创造一个去中心化的内容创作和分发平台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 内容创作者可以更加自主的发布分享和受益于他们的作品 而无需通过传统的中心化出版机构 嗯 那么它的特性呢 它的应用链其实也是一种区块链的设计 形式啊 专注于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 在likecoin当中呢 这个特定领域其实指的就是出版啊 也就意味着这一块都是为了去中心化的出版方案啊 解决这个出版解决方案而展开的 那么同样呢它也会类似于其他的加密项目 它会有一些加一起的奖励的机制 以激励用户参与平台并贡献高质量的内容 这里面可能可能会包括代币奖励投票系统 以及其他鼓励这个用户积极参与的机制啊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话 我们更多的都是联盟链和私有链 更多也叫无弊区块链对吧 所以就是如果一个公链 它不具备用户激励知识的话 其实它是很难去进行市场化的一个维护的啊 那么我们所提到的公链 其实都是有一个经济模型的啊 那么likecoin 它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激励基础去做 那么它的去中心化优势呢 它就跟其实跟前面的这个是一样的啊 它的去中心化优势都是可以去靠审查 然后它是可以增加透明度 保护用户数据的所有权啊等等 那么这个是相当于是likecoin的 这么一个情况的一个简介啊 然后再下面一个呢是communitylabs 它是推出了protocoland的beta版本啊 就是protocoland 它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原代码控制台 兼容jit这个说实话 我也不是很懂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就是 这方面的解释吧 首先这个protocoland呢 它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 它是一个虚拟世界和元宇宙的项目啊 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它是一个元宇宙项目 那protocoland它是 目的是创建一个虚拟的元宇宙 为用户提供一个数字化的平台 使其能够参与其中 并与其他用户进行互动 那这类项目通常涉及虚拟现实 就是VR或者是AR的技术 就是增强现实的技术 以在数字环境中来模拟现实世界 那其次呢 它的区块链技术呢 它的protocoland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 这使得数字资产 地产和用户的参与 能够以去中心化透明和安全的方式进行 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和智能合约功能 也为元宇宙项目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第三个呢 在这个protocol.land当中呢 用户是可以拥有买卖和交易数字资产 这些资产可能包含像之前我们讲的卖地 对吧 虚拟土地 建筑物 艺术品等 这些数字产的所有权和交易都被记录在区块链上 确保了其真实性不可被篡改 那社交互动上面呢 他也是用户可以与其他的参与者建立 写联系合作交易数字资产 并构建元宇宙的数字生态系统 另外呢 他的虚拟现实技术也是protocol.land的一部分 用户呢 可以沉浸在这个数字世界当中 他能够 这种技术也能够提供更真实交互的体验 最后呢 就是关于一个生态系统 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 还是要把生态系统给建起来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 这个关于这个protocol.land的一个情况 下面的话呢 就是说到这个airdrive-turbo 他推出了一个标准化的捆绑API 他的一方面 他是可以一战式的获取价格 充值账户 以及通过turbo将数据传到rmav 然后捆绑化的API 意味着用户可以自己去支持 选择支付的这个法币和代币 然后呢 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airdrive-turbo推出的这个标准化捆绑API 它是一种能让用户更加方便高效使用 这个turbo接口 它具体有哪些意义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一战式的访问 它这个标准化的捆绑API 它提供了一个一战式的访问点 用户可以通过该接口轻松的执行多项任务 比如说可以去查看一些价格 可以去做账户的充值 以及可以通过turbo将数据传到rmavio上面 它是一个一战式的访问点 那其次呢 就是用户是可以通过API查询 airdrive-turbo的这个用户的价格信息 这就包括了使用turbo的这个服务的成本 让用户能够了解其使用服务的费用和成本的价格 价格查询 第三个账户充值方面 它是允许用户充值到airdrive-turbo的账户里 这位用户提供了方便的途径 以确保其账户始终有足够的资本金 来支持他们的turbo服务需求 还有一方面就是数据上传 用户是通过API使用turbo的服务上传数据到rwave 这位用户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式 以确保他们的数据得到高效快速可靠的上传 另外呢就是API支持用户使用不同的法币和代币进行支付 它也是一种灵活的方式 每个用户web3的用户 他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域 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法币和代币的需求 那捆绑的API标准化也是确保了一致性和应用性 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轻松的使用这个API 而无需过多的额外学习成本 那这一标准化API的推出 也目的也是在优化用户的体验 让可以提供更加快捷灵活流畅的体验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是airdrive的这个turbo推出的捆绑API 第9个方面是关于那个community labs 推出了这个rv5的starter kit 这个呢它其实是一款cri工具 可以让开发人员在rv5上快速的构建DAPI 另外呢它也使用于workshop的展示 黑客松以及创印快速原型 那这里面什么是这个crl 我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技术背景 我查了一下 这边我给大家练一下吧 然后大家如果有实在不太清楚的 我看一下今天咱们是不是那个 稍得啊 我看像像橙子啊包括大家也在 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问他们啊 好那个这边呢我查了一下google里面 他说crl工具是命令这个行界面工具的缩写 它是一种通过文本的命令 而不是图形用户界面进行交付的软件工具 使用cri工具呢用户可以通过在命令这个行中 去输入特定的命令和参数来执行各种任务和操作 这种方式通常被程序员系统管理员和技术专业人员 用于各执行各种操作 例如文件的管理啊文件的安装系统的配置等等 所以crl工具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和效率 尤其是在需要批量处理或自动化任务的情况下面 那么这里面那这个是对于crl工具的一个解释 那在这里面rwave的startlandkit 它就是一个cli的工具 它的目的也是加速就是我们在这个rwave上去构建 用去重新化的这个应用的这么一个过程 它也结合了强大的这个next的gis框架 对吧这等等用于包括这个ui用于精美的用户界面设计 以及rwavekit用于与rwave网络交互啊 使大家可以专注于创新啊 这个应该是一个对于技术者的一个福音啊 那下面一个呢是关于这个kib 它与这个chainbase 他在这个就是dev connect的期间举办了数据的活动 我对举办了一个数据的活动啊 那这个就是大家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chainbase是干什么的啊 那chainbase它其实也是一个专注于整合区块链数据访问和组织的一个基础设施 具体而言它就是致力于提供一套工具和技术 然后使得在区块链网络中更加方便和高效的使用数据去 进行一个操作 它的具体的功能和目标 第一个是包含了数据的访问 它的目的就是chainbase 它是目的也是简化开发者和应用程序 对区块链数据的访问 通过提供异于使用的接口或者工具 然后使得从区块链中读取查询和检索数据变得更加的直观和便解 第二个呢是关于数据的组织 也是为了更有效的管理和存储区块链数据 chainbase设计了合理的数据组织结构 这可能会涉及到数据库的设计索引机制等方面 以确保数据能够被高效的组织和检索 这是数据组织检索 第三个也是一个一体化处理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为了简化这个区块链数据的处理流程 那chainbase也是提供了一套 这个就是处理工具和解决方案 这就包括了对数据进行转换聚合过滤等操作 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对数据的处理需求 所以总体而言呢chainbase的使命是通过为开发者提供完善的工具和服务 然后来降低构建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的复杂性 使得开发者能够更加专注于应用逻辑和创新 而不太关注而不必太过多的关注这个底层数据管理的细节 这个是chainbase它目前做的一些 就是它的一些特点吧和所做的事情 也希望能够有个了解 那下面一个就是关于Foreverland了 那Foreverland它也是在MagicStore上面去上线了 这边有一个解释就是MagicStore 它是一个web3的app store 它是提供这个它是提供经过社区审查的这个dapp 然后以及每个应用程序的追行新闻和更新奖励赠品和促销活动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官方的推特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MagicStore Announcement 大家可以看看这上面怎么去玩 这个是MagicStore的这个官推 然后呢更多的这边有一个解释就是也查了一下 他们呢是第一个它是一个web3的应用商店 它是提供一个dapp 包括呢它以及就是每个应用程序的最新的新闻 对吧这些更新奖励赠品促销活动 那么这里面它就做了一些这个解释 这个web3应用商店呢 它是指web3通常是指去中心化的应用 这个大家都已经明白了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等技术的互联网 那在web3的这个商店里面 用户是可以去访问各种dapp程序的 这些程序可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去构建 它具有这个分布式的特点 另外呢它也是具备社区靠审查的 经过社区审查的 经过社区就是它是经过社区审查的 这也就意味着社区成员可能已经评估和验证 这些应用程序的质量安全性和实用性 也是帮助大家可以更加方便和信任的去使用 然后对于每个应用程序 MagicStone呢 它又提供了相关的最新新闻和更新 这也使用户可以了解应用程序的最新功能 改进和变化 保持对应用程序发展的关注 那同时呢 它也还提供了关于每个应用程序的奖励计划 赠品促销活动的信息 那这些这也可以包括应用内的这个就是 就是各个就是dap应用里面的这个奖励机制 包括用户参与计划 显示优惠等等 也是为用户提供更多使用和参与应用程序的动力 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呢 MagicStone它是通过提供一个集成了社区审查 最新动态以及奖励和促销信息的平台 目的也是为了给用户提供一个更好的web3体验 那么这个呢 它就是以上目前上一周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新闻摘要 给大家先汇报完毕 那么在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部分 是关于生态合作的 那生态合作里面我们就挑了几个 目前可能就是可能跟我们有点关系 比较有意思的 第一个是关于EvanVision 是宣布与Club3打成合作 那么Club3呢 它是也是一个这个web3的这个社交平台 哎 我好像我的网友有点不行 大家还能听得到吗 哈喽 哎 喂 哈喽哈喽 好